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钱露露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1980年钱露露出生于安徽的一个普通家庭 她从小就明白了自身家庭给不了她太多 于是就将改变命运的机会寄托在学习上 靠着坚忍不拔的努力 钱露露不仅总体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谋 数学方面更是出类拔萃 小学和初中她都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并且均拿到奖项 高中时也凭借成绩优异得到了作为交换生到澳大利亚留学的机会 每个人的少年时期都曾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钱露露当时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998年愁愁满日的钱露露参加高考不了发挥失常 最后只被不算出名的本科普通院校南京铁道医学院录取 她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不得不接受现实 可就是这个时候命运垂静了她 因教育改革南京铁道医学院被合并到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可是985211重点高校 钱露露直接摇身变成名牌大学生 不过钱露露也知道好运不可能一直偏爱自己 于是决定提升自己的学历考研 不得不承认钱露露始终知道她想要什么该做什么 并且果断朝着目标努力 科业正是因为钱露露这种性格 以至于后来她的婚姻饱受诟病 钱露露除了成绩优异她的外貌也是极为出众 肤白貌美气质上掐正值青春期的男生们 纷纷对她展开追求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有一个学霸男生靠着猛烈的攻势 成功俘获了她的芳心 她们相伴读书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像钱露露这样事业心极重的女人 必然不甘心成为家庭主妇 果不其然婚后 钱露露选择继续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把心思都花在考研上 她的丈夫不仅没有反对 还给予她很多帮助 不但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 而且还细心的为她找各种的复习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刻苦努力 钱露露终于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研究生 她凭借着强大的学习能力加上容貌出众 成了很多人眼中一位颜值在线的优质女性 在上海交大读研期间围绕在她周围的有很多追求者 虽然大部分的人在得知家人已婚后都选择了放弃 但有一人却始终不曾退却 这个人是上海交大的一位博士 不但学识渊博而且相貌英俊 是校园里有名的校草 在长期相处中两个人互生情愫 完全忘记了一个已婚一个有正派女友 最终钱露露在跟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不久就和校草结了婚 婚后不久钱露露告诉第二任丈夫想要攻读博士学位 第二任丈夫不仅相当支持 甚至还发挥自己的学术才能为妻子铺路 最终钱露露发表了优质的学术论文获得了读博的喜会 美女和博士的双重身份 普通人或许会进而远之 但对于同一圈子的人来说 她可是女神般的存在 而此时的钱露露正处在一个女人最动人的时光 她的一举一动 对沉浸在学术研究中的单身男性而言 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就在钱露露独博期间 她遇到了一个比前两任丈夫还要优秀的男人 对方不但在生活上对她呵护有加 而且还是学术界王者级的存在 经常在学术上给予她很大的帮助 她还主动帮钱露露找博士论文选题 安前忙后忙来忙去 那么贴心有那么用心 狼有情妾有意 其实两个人各自有对象 但还是没能阻挡他们互相吸引的脚步 钱露露火速和第二任丈夫离了婚 并果断与王者男友结为夫妻 接着第三任丈夫这阵东风和本身强大的学习能力 钱露露在关于DNA计算机方面的课题进展极快 最终靠着研究成果她成功拿到上海交纳的博士学位证书 虽然钱露露的婚姻历程既已经波折 但对她自身而言 这三段婚姻都可以说是成功的 如果没有三任丈夫的帮助 她的学术之路绝对不会走得这么顺畅 但要说纯靠美色上位 那也确实是小瞧了她 钱露露本身远超常人的理性 学习力和行动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而这一点更是在她第四段婚姻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拿到博士学位后 钱露露在交大的一次对外交流中 认识了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术大牛 她就是埃里克·温弗里 十年38岁的温弗里不仅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 还是计算机科学家和生物工程师 在专研学术领域有很多杰出贡献 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 由于钱露露的课题研究和温弗里一致 因此她得到了作为学校代表之一 接待这位学术大牛的机会 遇到温弗里的时候 钱露露只有27岁 鄙视的她 身材轻瘦且玲珑有志 既不是少女的清纯又饱含少福的性感 堪称宅男杀手 虽然那一次温弗里只在中国只待了几天 但她的心还是被钱露露牢牢握住了 日思夜讲的温弗里决定主动出击 邀请钱露露到加州理工学院做学术访问 并承担全部费用 面对这个机会 钱露露自然不会放过 为了向钱露露证明自己的爱意 温弗里用尽各种方法甚至不惜 引荐有DNA计算机支付之称的 莱恩阿德尔曼给她认识 温弗里的行动让钱露露非常满意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2010年12月 钱露露回到国内后 和长期分居两地的第三任丈夫立了婚 随后转身投入温弗里的怀抱 入了美国籍 之后一年 钱露露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 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学习和工作 期间还发表了多篇论文 逐渐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长 为能力和实力俱全的科学家 有了足够的实力 钱露露也不再满足一个普通博士的身份 她要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任教老师 但加州理工学院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 私立研究型大学之一 想要在这里任教其门槛之高 远超乎外籍的想象 于是十分看重妻子的温弗里决定帮妻子一把 温弗里找到学校高层 提出了自己与钱露露同生共死的决心 如果加州理工学院还想让他继续任教 就必须接纳他的妻子入学任教 不过加州理工学院最终还是没同意温弗里的请求 而他本人则选择停客一年 带着钱露露到英国的哈佛医学院做访问学者 2013年7月结束高级访问学者身份的钱露露达到了任教要求 成为了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工程助理教授 当然打铁还得自生硬 钱露露认知其些卯足了劲搞科研 2017年的时候 他带领科研团队研究出具有分解功能的纳米机器人 准确率接近百分之百 这一研究成果让他名声大噪 各国科学专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同时他还尝试用DNA化蒙娜丽莎 这一研究结果还登上自然杂志封面 2019年1月前露露心心念念的梦想终于得到实现 他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 这一年他只有39岁 事件百态人各有志是种情好还是趋利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也很难说哪一种选择是绝对正确的 可能这就是人生的玄妙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